各位茶室的老板们 今天你有没有想过 到底一杯COPPY的成本 咖啡成本比较高 还是生奶练奶的成本比较高呢 到底我们放了多少生奶跟练奶 进去咖啡里面 成本又是多少呢 今天我将示范给你看 如果您的头手还是用汤匙 这样子来挖生奶练奶的话 它到底是稳不稳定 首先呢我们这个秤已经归零 现在呢我将开始 拿大概两汤匙的练奶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稳定性去到哪里 刚才你已经看到我示范挖了5次到6次的练奶 最低可以去到24克 最高可以去到30多克 一样的视觉效果 我都是在挖着两汤匙两汤匙 它可以差至每次挖6克的分别 6克对于30克的练奶是几乎一个20到25%的差别 换一句话说 您的顾客可能有时候喝到25%比较甜 有时候喝到25%比较不甜 所以呢这一些都是很不稳定的操作 我们有很稳定的咖啡输出呢 一样我们也是要有很稳定的牛奶输出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台机器 如何的很稳定把牛奶输出 现在我们都已经归零 现在我们示范看 我们已经设定好的 这个键钮它到底稳不稳定 咖啡机 我们的咖啡底 稳定的味道 稳定的输出 牛奶机 稳定的输出牛奶 这样我们才可以产出 大量稳定又好喝的咖啡 如果您对于我们的机器有兴趣的话 联系我来我的分享会 请知试一试 到底机器冲出来的 是不是可以比人手 袜子拉更好喝